嗨,大家好 那这堂课我们继续来学习我们的文件菜单操作 那现在我们再来实现一下new好不好 新建文件 那新建文件它的实际的表现效果是什么样子呢 那当然就是这一块给它清空 清空我们会用到谁 是不是会用到text的delete方法 所以这一块其实是蛮简单的,对不对 然后我们再把上面的这个title给它清空 是不是就完成了 好,我们来实现一下 我们def一下 def一个new这个函数 OK 然后同样的global 我会用到我们的file name 因为这是一个全局的这个变量 然后我会用到root给它一个title 表示这个清空 叫给它一个命名吧 叫未命名文件 这样的一个访问操作 而file name呢 就把它给清空为一个num 这就完全把它给清空了 最后我们给textpad来一个delete delete呢就是什么 从头山到尾 按照我们之前所讲的应该怎么来呢 1.0对吧 逗号end 是不是就完成了 好,现在我们给它 跟我们的new菜单建了一个关联 comment等于new 就这么简单 我们来运行一下效果吧 文件 好,当然我们先打开一个文件 好吧 好,这已经有内容了 上面也有file name 对不对 然后我再new一个 大家看 是不是就新建了一个文本 就已经实现了 对吧 是不是非常简单 好,那这就是我们的新建和打开 好,那我们先打开一个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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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